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梅阿妹 我今天买了一点鱼鸡了 准备做那个 你们有吃过那个 就是那种薄薄的那种 薄薄的那种肉吗 今天我打算就用铝鸡肉做一道 我们用擀面战士的 做的一个薄薄的肉 薄薄的肉片汤 现在我先把它洗一下 你看这小小的一片 就能做出一盆 好喝 今天这道菜用的比较少 我现在先把新姜的大蒜先拍一下 然后再来切饼鸡肉 这一片用笔的 后面就可以了 来敲打敲打一下 来看一下这么小的一块 看我怎样把它变大块 看我怎样把它变大块 咦这么大块 来来完成一下 洗过烧火 差不多 先把水烧它一下 差不多看 哎 来 现在木熟了 就给它放在下面 蛋白汤 葱姜跟生姜放进来 我再加一点点料酒 开始换了我们的锤子肉了 一片一片的换 这个木箱弄了以后 有点像纸一样薄 省了一分钟就够了 来捞起来 快捞起来 把葱白生姜大蒜这些 小米辣的加在一起 加一点点盐巴 然后呢 一点点味精 加一点蚝油 香油 香油都来一点点 先给它稍微搅拌一下下 把肋油淋上 今天吃独食哦 他们今天都不用当我的小白鼠 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的主 所以他们都不用当我的小白鼠 还太难了 自己吃吧 因为我觉得看着还可以 来先尝一下 先吃一口金针菇 就稍微的过一下 很脆哦 就稍微的过一下 就稍微的过一下 跟纸一样薄哦 挺好吃的 我发现 我是那个 主食不行 然后吃这个挺干干的 要吃配菜呀 然后什么鱼呀那些 我特别我特别饭 但主食啊米饭那些就不行 我刚刚在想起那个 今天今天不是因为疫情吗 然后年初的时候不是在家里 那时候做那个 那个叫什么 手擀面 那时候家里没有擀面炸 然后我是用那个 保鲜膜 那个 保鲜膜的那个 就是里面的那个 纸筒 把纸筒都给压扁了 然后做了那个手擀面 就是大家 但是做了满满的一锅 哇他们可喜欢吃了 那时候 再想一想还是觉得说 挺挺好的 想说怎么说再做一个 没想到今天就要擀面炸 拿过来就要来弄弄肉哦 好脏啊 那么大碗 虽然说只有那么一点点的鱼肌肉 但是把它做这一碗 一个人吃有点脏 我们明天再见哦 拜拜